欢迎来到Nintendo新闻快报 我是唐静兰 我是李英珍 今天就由我们两位美女主播为您报道新闻 你想要有年收入20万吗? 现在美国就有一种新职业可以让你一年就赚20万 现在就交给我们的记者唐静兰 谢谢李英珍 在现在的时代里 不少的美国人喜欢养宠物狗 但是很多人没有时间或是精力去遛狗 以前小孩子会帮父母遛狗当一种赚零花钱的方式 但是遛狗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职业 在现在的经济衰退 很多人正在找工作 不过只要你有本事一次牵十或二十多条狗在马路上走 你赚的钱绝对不比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少 那里看起来有一个遛狗人 我们一起去跟他谈一谈吧 你好 我刚刚看到你在遛狗 请问你是遛狗人吗? 没错 请问你一年的收入是多少呢? 我一年差不多赚五万左右吧 五万? 哇,那么多 我都知道一些人有博士都还没有你赚的多 我赚的不算多了啦 我有个朋友一年赚二十万 不过一半需要上缴给公司 二十万? 哇,好多 谢谢你给我的时间 现在把镜头交还给林云珍 谢谢唐庆兰为我们的精彩报导 现在就让我们进一段广告吧 去冰天玩了 是我的 我的 可爱吗? 你要吗? 情人节想跟他们过吗? 我们星星宠物店现在就有情人节优惠 你只要买两只就再送你一只哦 你没有听错 你只要买两只就会再送你一只 行动不如马上行动 赶快打电话给1888 我要你 再一次 1888 我要你 我相信大家都有玩过普克牌 但是你敢相信吗? 玩久了居然还会中毒 现在就交给我们的记者为您报导 你也许会像他们一样打普克牌消磨时间 但普克牌如果含过量甲醛 民众又在不通风的室内打牌 打久了就会中毒 更严重还会致癌 标准局最近公布检测结果 有许多家的普克牌甲醛都超过标准 大卖场已经紧急把有毒普克牌下架 但到处都可能买得到 民众如果不想玩出毛病 打牌时尽量选空气流通处 免得轻松一下却变成中毒伤身 谢谢李一珍给我们的报道 Nintendo新闻快报今天到这里告一段落 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再见了 哪里有彩虹告诉我 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 为什么天这么安静 所有的脸都跑到我这里 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 是坏说了太多就争争不了 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 也许我现在正复